在第八章的,所以第八個單元 所以這邊的話,程式基本上我都把它放上來 所以這底下,剛剛的那個練習的 包含就是介面的程式 還有就是剛剛的這個程式 你這邊可以選就可以貼 盡可能的 這個是給各位輔助 最好還是做過一遍 回去的話多花一點時間 把它玩玩看 還有盡可能就像 那個好像那個Line裡面是有同學問那個什麼KeyStore 怎麼樣建立一個開發者帳號 然後呢用KeyStore驗證 那個你的那個App 那其實再來就是 就是帳號有了KeyStore你也 有有簽署了 再來就把它丟上去 你就 最後一麥了 你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 致命有開發者帳號嗎 還沒 你最後剩一麥 因為你App我看你已經做了很多個了 其實你可以 對啊 把那個 整理整理 那因為今天是第15 第15週 16 17 第18週 最好大家有沒有什麼東西 最後一週大家就來 分享一下 那也不要有壓力 怕最後又剩幾隻小貓 那就是 大家可以聊聊然後 可以的話當然就是有開發者帳號 如果沒有 至少反正就是把前面的東西 稍微做個整理 那當然你能力 比較強的你就多做一點 那你實在是 可能沒有那麼強 沒關係啦 反正至少 整理一點東西 看到了 至少有東西嘛 有個結果嘛 那我們這門 客呢 因為用的東西 技術其實還非常新 而且他還在技步當中 像這樣的課程喔 其實呢 外面你要上 也不見得可以找得到 類似的課程 因為這門客真的 第一個很新的 第二個說真的很花時間 很多東西你網路上也找不到答案的 即便找到答案呢 你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同樣是 JQuery JQuery Mobile 居然有這麼多種寫法 要放在你的程式裡面呢 還不知道放哪裡才是對的 而且有的時候放上面 放下面 放中間 放錯了他也不work 最後你可能試了很久的 終於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真的網路上很多Google 還Google不到 真的是 所以最後怎麼辦 自己要找一些方法 OK 要靠一點經驗啦 那當然我盡可能的給各位的東西 就是說 這東西 都是有一致性的 而且盡可能的 就是很直覺的 可以把一個東西設計出來 再來這些東西都用得出來的啦 OK 你將來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較一般性的應用 都 我想綽綽於 但是如果你要再往上爬 還是要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畢竟我們這門課 雖然有18週 然後同學還有算什麼CP值 什麼的 這CP值真的是 無敵的啦 應該你找不到了 放眼那個 大台比利區 不過當然你也不能這樣看啦 反正就是盡可能的 時間拉長了 我們可以多一點時間 主要還是要去實作做一點東西出來 那所以第一個 這個剛剛講的就是有關 那個Local Story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 第 雲南白板裡面的第9章 Web Sequel Database 因為是又剩一點點時間啦 時間不是 不是很多啦 我們最後 大概再把這個 你需要知道的 Web Sequel Database Database的相關訊息 至少你要了解一下 那這個Database 我想都相通的 Sequel 等同是 資料庫界的 國際 有點像 你出國 講英文一樣 反正 至少都相通的 無論任何 資料庫 只要是主流的 基本上 你用Sequel就對了 到目前為止 無論哪一種資料庫 反正用來用去 都是那一些 不外乎就是 產生資料庫 再來在資料庫裡面 產生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呢 再去產生 你要幾個欄位 大概的概念都這樣 但是呢 大同有小異 有同有異 所以我們大概把 比較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講 講一下 那第 第一個就是 Web Sequel Database 它裡面跟 NoCode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這個簡單的資料 當然就是用它 但是你複雜的話 當然還是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 Key Value 所以它有個Key 一個Value 那如果第3欄怎麼辦 很抱歉 要不就是把V 再篩一個Jetson 好像我另外一個範例有啦 不過那個方法 僅供參考 我覺得那個還不好用 還是乾脆用什麼 用這個 Database來做就好 那這個Database的執行步驟呢 不外乎就是說 你要先建一個資料庫 並且把它開起來 然後呢 有個Transition 最後你就是利用那個Transition 去執行什麼 Sequel的指令 那這個Sequel指令常用的不外乎就是 新增資料 Insert into 然後再來就是修改 刪除查詢 大概這些 那我們 裡面大概有哪一些基本語法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你可以使用那個全域的函數 OpenDatabase 來建立 資料庫 然後它的語法 OpenDatabase 或者 我記得是不是有個Open Or Or CreateDatabase 這個等一下再看 那裡面的話 怎麼樣建一個DB 這個DB的一個 這個 物件 那物件後面會有這些參數啦 12 3 4 其實還有5啦 最後這個callback 可以省略 那裡面的話不外乎就是什麼 這個的資料庫的名稱 它的Name OK 版本 第幾版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版本 那1.0 那顯示出來的 DisplaceName 就是給顯示 給資料 給那個使用者看到的名稱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Size 這個Size的話呢 預估啦 你預估大概多大 那當然 盡可能 給它大一點 會比較保險 不過你也不要給太大 其實這樣可能會浪費一點空間 那怎麼表示 2MB 有沒有 不過2MB我講過了 大概可以放的總字數 就大概100萬字 100萬字 所以你自己衡量一下 你的資料庫大概會多 你怎麼表示 可以是2乘上1024 再乘上1024 其實就什麼 2乘上1024K 再乘上1024個by乘 那等於就是乘上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 200萬 200萬 因為 200萬 我們 一個中文字 等於兩個by乘 所以剛好就放100萬字 你大概衡量一下 好 那這個建資料庫的相關概念 後面有個callback 如果 就是完成之後 它也可以在豆點 放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就是說 當它 建立完成 資料庫 你也可以 再產生一個function 那個function就是 認一下 資料庫建立成功 也可以啦 不過如果沒有 你不需要 那你就把這個callback 把它省略掉 你可以 有四個參數 但是我們這邊有 總共五個 我們用四個 那translation的話 就是說 傳遞什麼 傳遞seql語法 所以基本上 底下的話 如果我要建立那個 db的話 就是用那個translation 那當然如果 成功或不成功 這邊當然也可以做一些 相關的處置 那這個是 exq 傳遞那個seql語法 後面這個 中瓜五表示 這個參數其實可有可無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 exq seql 後面加上那個seql語法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論是新增 修改 刪除查詢 這些 那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自行再 參考一下 建立 資料表 怎麼建立 這邊有個create table 那如果說我要建立一個什麼 table 就資料表名稱叫test 它裡面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id 一個欄位叫value的話 那我就可以 後面的就是它的資料形態 這個資料形態的文字 這個文字可以放非常大 不過有的時候 可能會用那個 char跟varchar varchar varchar varchar比較常用 varchar就是變動的字元 瓜糊的話 你後面可以放幾個字元 表示說 這個欄位 最多可以放幾個字 當然 你想說 老師 我用varchar很麻煩 那我用test不是比較快 是啦 可是比較浪費空間 第一個 第二個 大家的執行 效率也會比較差 可是它的好處是 你丟很多東西都沒有關係 你也不用管放多少 OK 所以當然這個地方會跟 效率有一點點關係 其他的話 大概這邊 insert into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isq insert into 它放什麼東西 問號指的就是後面的東西 我放e放進來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是指的是後面這個 這個指的是這個 他就把e 放到裡面 測試資料放在裡面 就把insert進來 其他的話就要修改 所以在 這個在那個 SQLite也有類似的做法 OK 問號這邊是 有一個第一個問號指的是這個e 更新 第二個問號指的是這個 這是update的寫法 所以update 哪個資料庫 set value 以更新 哪一個要更新呢 id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只更新 id為1的 然後刪除 那 這個地方我乾脆 做一個 那個 練習 所以請各位 就是 在這邊 一樣 再建一個新的 練習 他這個練習題的話 裡面 大概就 CH 14-2 裡面的話 當然 即使 不過這個 特別最大 你即使在這邊新增 不會有作用 一定要是 還是一樣 要用chrome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哪一些 比較特殊的 我把它直接 執行到chrome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 這個手機上面 我希望 使用者你幫我填一下 編號 001好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你的姓名 也許叫 AAA好了 你的年齡是18歲 新增 這時候他跟你講說 新增一筆記錄 好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002 假設我這邊 就是有練習 總共三個欄位 這個bbb是19 新增 好 第二個人的 假設我們就在練習三個 然後就CCC 他20歲 好三筆記錄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已經建立好了 那如果我要把它查出來 放在底下的話 按下查群 1 有沒有 23 這個資料呢 其實是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 剛剛Wave Seagull database裡面 OK 不是放在那個local storage 你放local storage放不下 如果Key跟Value而已 你編號跟姓名放 年齡怎麼辦 你想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用Jackson 可以啦 可是很麻煩 要不你就可以 拍個偷吃部 就是中間逗點逗點逗點 然後呢拿過來之後 再用Sprint切開 然後再慢慢抓抓抓 也是可以這樣做啦 只是說 有的時候 就變得很麻煩啦 如果資料很少 那你就用local 資料多的話 建議還是用這個資料庫 那因為這一題 其實 也不複雜 基本上 結果應該 大家知道 這樣的 這個也是一個範本 以後如果你要用資料庫啦 反正 請各位記得 一定要有一個 成功的範本 反正 無論如何 你就做對一次 就好了 其他的 就照著改就好了嘛 對不對 至少你可以Walk 那裡面的話 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介面做什麼設計 123嘛 這個應該沒問題 編號 放一個文字欄位 年齡 姓 不 姓名 年齡 三個 裡面的名稱 我分別叫什麼 這個叫id 這個叫name 這個叫h 反正名稱自己取一個 底下的話有個新增 跟查詢 那新增的名稱的話 我叫insert 底下這邊 然後查詢的話 我名稱叫query 就大概這樣子 最後呢 可能底下這邊 也會有一個 那個 我要讓他顯示出來 不過這裡顯示出來的東西 我是把它做成一個 Ul 一個list view Ul 然後id 這個 他的data raw 等於list view 所以 底下好像顯示出來 是一個list view 這個第一個 有關 介面的部分 那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快速的 瀏覽一下 回去如果有時間 你們先做做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下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 解說 細部的解說 裡面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去建立 所謂的一個 Data base 我剛剛講過 有一個db的物件 你可以用Windows open database 去建立這個 或者其實這個Windows 你不加好像也OK 你不用加 他預設就可以 去抓到那個 open database 的這個方法 那名稱叫database 版本 然後再來什麼 給使用者看到的 另外它多大 這邊的話 打個數字啦 或者你可以打 像剛剛那樣的方法 就是說 如果2m 的話 就2 乘上1024 再乘上1024 你可以自己再打上這個 這邊乘下一個star 你敘述的話呢 可以是一個 一個運算 最後回來的結果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幫我建立 資料庫 所以建立資料庫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直接在這邊translation 先create db 那createdb 這邊會執行一個 對應的方法 在底下 OK 那我的做法是 先做它 先做這個 做這個table 如果它存在的話 一個user 如果不存在的話呢 那幫我建立一個user 裡面的話呢 總共會有三個 欄位 一個是id 一個是name 一個是h 那當然 這邊我後面是沒有給他資料型態 當然如果你要 給他資料型態的話 你也可以在後面加上他要的資料型態 包含就是varchar 或test等等 那其他的話就是 一個查詢 這些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完成的畫面 我又把它放在那個 我這個程式碼裡面 所以這個 1 2 這個是畫面 程式部分 請各位稍微 參考一下 那因為時間 今天那個web sql database 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我大概開個頭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 再看一下 這部分 稍微比較 然後 複雜的範例 然後盡可能的 熟悉 資料庫 如何 可以寫入資料 到資料庫 那後面的話 再來就是從 雲端 或者從開放資料 去抓資料 那抓下來之後 當然你要有地方放 你不要抓下來 每次都要再抓 浪費頻寬 所以一般 可以先從雲端上面 只要抓到這些資料 再把它切切切 放在那個 insert into的後面 看哪一個 變數 有沒有 分別 可以 把雲端上面的東西 或者是開放資料的東西 再把它新增到 資料庫裡面 那這整個流程 如果順的話 那以後你其實可以做很多用途 這裏面 只要是網路上面的東西 都可以直接把它抓下來 放在手機端 OK 這個部分當然難度其實 已經算是 相當高了 因為這網路上你要找到 這個這個 比較好的 那個參考的範例 倒還 沒有很多 而且 有些還不完整 再不然就是 版本有些比較新 舊版 跑會有失敗的問題 這部分的話 要提供給各位參考 試一下 今天 那